我們看這一題 新鮮的食物若放在空氣中 比如說假設這是一塊豬肉 經一段時間後食物就會發酸或腐敗 可能會有一些續徑給它起作用 破壞蛋白質、氨基酸就跑出來 就會發酸發臭 因此人類發展許多不同的加工食品 不但可達到長期保存食物目的 也不同處理方式而有不同的食物風味 是回答以下的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有關食物保存的方式 下來何者不能達到抑制微生物生長的目的 我們看A選項 至於陰暗或濕熱處 陰暗或濕熱處的話 最容易滋生病菌 所以這不對 這樣看你脫水 脫水這可以 為什麼 因為細菌也是生物 它也需要水 你把它脫水以後 它就不容易生存了 吸、醃漬 醃漬也可以 醃漬就是說加一些高濃度的鹽或糖 醃漬 那細菌在高濃度的鹽或糖的環境裡面 不容易滋展 所以這也可以 這樣看D 低的話冷藏 冷藏就是你溫度過 溫度夠低的話 那個細菌它的活動力就會減軟 可以延長它的保存期限 這也可以 錯的是這個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 這個是第一小題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下列關於食物保存方法的敘述 其温度 其温度因維持在多少度C 才適宜短期的食物保存 就是4度C 這是常識 廣告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4度C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下列關於食物保存方法的敘述 何者錯誤 我們看一起來講 食物的保存期限 取決於食物的總類與保存方式 這個對 有些食物容易保存 有些食物不容易 這個是對的 再我們看V選項 抗氧化劑主要的作用是 防止氧氣與食物作用 這個對 那抗氧化劑的話 通常的話 通常主要是加一個鐵粉 因為鐵粉的話 容易跟氧起作用的話 然後吸收環境的氧 那這氧就不容易跟食物起作用 再我們看C選項 食物包裝內的乾燥劑的主要成分是 氧化鈣和矽膠這個對 再我們看B選項 食物包裝內的脫氧劑成分為石灰粉 這個錯啦 石灰的話 石灰粉 就是碳酸鈣 碳酸鈣不會跟氧起作用 通常是鐵 我放一些鐵粉 鐵會跟氧起作用 而且它是緩慢的作用 而且它是緩慢的作用 可以呢 可以把那個環境 環境的氧的話 作用掉以後 這氧就不會跟食物起作用 所以這個是錯的 這個石灰粉的話 不會跟氧起作用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D啦 因為它是選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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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